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折一朵杨桃花 需要准备五张大小相等的正方形纸 首先呢我们取出一张 将它的两组对边分别对折 我们将这一个角向着中间折横翻折 另一边相对的角同样的方法向中间折横翻折 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平行四边形 好了我们再将它展开 沿着折横将它折成一个双正方形 这时候我们沿着刚刚折好的折横向下翻折 我们将其中的一个角给它向内翻折 接下来剩下四张小正方形纸呢 重复同样的方法折出这样的形状出来 然后呢再将它两两组平在一起 好的 记得下来剩下三组平在一起 然后呢 我们再将这两边向外扳 将她的外面的脚向上翻卷一下 好了 那么我们这朵杨桃花就遮好啦 喜欢我的栏目 请订阅关注我们的逃去工房 那么我们明天见咯